第171章 铁背苍狼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外围三十里 基本只有刺玄兽的存在 云彻一直渗入到三十里之后 视线中开始出现了一只只或一片片的真玄兽 地面也变得突凹不平起来 各种枯木 矮山也越来越密集 如传闻中一般 这里的玄兽性情都极为狂躁 见到人类 就如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 飞扑上来攻击 最初遇到的大都是低级真玄兽 不是云彻的目标 他一路上能避则避 不能避的则出手灭掉 就这样无惊无险地继续向前 穿过一小片黑幕窟灵时 前方忽然传来了人的声音和打斗声 同时伴随着玄兽怒吼的声音 丁师爹 快封他后路 不要让他跑了 他快要撑不住了 千万不要松陷 牧师妹 快点退后 他要发狂了 会伤了你 云彻走出黑灵 前方不远处 正有四个人 在围攻一只玄兽 玄兽的体型较大 全身灵甲 头上长着一只尖锐的独角 从其气势上看 应该是一只高等真玄兽 围攻他的四个人 都很年轻 三男一女 年纪看上去最大的那个23岁上下 玄力为真玄境九级 其他两个男子 也都二十出头的样子 玄力都是真玄境五级 那个被称作牧师妹的少女 则和云彻年纪相仿 只有十七八岁 玄力修为也是最弱 才出入真玄 从他们的称呼上看 应该是来自同一个门派 他们的年纪 配上他们的玄力修为 他们所在的门派 也必定不弱 至少名动一方 否则也不敢四个人 就闯到这么深的地方来 由于那个少女 玄力最弱 因而被三个人护在外围 只有在最安全的情况下 才会偶尔参与攻击 被围攻的独角兽 皮操肉厚 又有灵甲护身 但也经不起四个真玄境 选者的联合攻击 更何况 其中还有一个真玄境九级的强者 她的身上 已是血痕累累 反击也越来越虚弱 最后直接放弃反击 挣扎着想要逃走 哼 想逃 看我的风云一见 年纪最长的年轻男子 一声抱贺 飞身而起 手中长剑 卷起一股凶猛的剑势 将郑玉逃跑的独角兽 直接冲翻在地 四脚朝天 他落地之后 又如离弦之剑般弹射向前 长剑凶狠地刺出 直线贯通了独角兽的喉咙 独角兽一声哀吼 全身静挽了一会儿 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哇 孙师兄 你太厉害了 这么厉害的玄兽 都被你三两下打倒了 被称穆师妹的少女 名叫穆小玲 看着倒地的独角兽 她目光闪闪 满脸的崇拜 赐死独角兽的人名为孙周 是这四人中年纪最大 也是修为最高的一个 听了穆小玲的话 她哈哈一笑道 师妹过奖了 不是我厉害 而是这只玄兽太弱了 师妹的天赋比我好得多 等到了我这个年纪 灭这只独角兽 一定比我快得多 嘴上听似谦虚 但眼睛里却闪过 洋洋自得的色彩 她对另外两人吩咐道 丁师弟 韩师弟 把她的玄丹取出来吧 丁师弟和韩师弟 连忙一起向前 切开独角兽的身体 不多时 便熟练地将玄丹取了出来 嗯 加上这枚玄丹 再有十三颗真玄兽的玄丹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完成了 相信我们这一次 必定会是最先完成任务的队伍 师父一定会对我们大家赞赏的 拿过玄丹 孙周满脸得意的道 两个师弟马上上前大拍马屁 这都全赖孙师兄勇猛 否则的话 再有三天 我们完不成任务 能和孙师兄分到同一组里 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 孙师兄点头 满脸傲然的道 哪里哪里 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 两位师弟年纪还小 将来的成就一定不会比师兄我差 哦 孙周在这时 忽然看到了走出黑幕枯林 正向这边走来的云彻 本来看到一个人影 还是单独前来 他的心里顿生警惕 因为赶一个人来这里的 要么是高手 要么是白痴 但看清云彻的年纪 探清他的旋利之后 他不懈地笑了起来 低声道 又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傻逼 他刚低声嘲讽完 旁边的丁师弟忽然发出一声嘀呼 指着云彻 激动地道 孙师兄 快 快看他的左手 紫色呀 紫色的空间戒指 在他的呼声之中 孙周的目光落在了云彻的左手之上 然后死死地盯在了他指尖的那点紫光上 半天都无法移开 目中流露出深深的贪婪 紫色的空间戒指 比我们的空间戒指要好吗 丁晓琳抬起手上的黄色空间戒指 有些不解的道 当然好 而且好太多了 韩师弟激动地低声道 我们的空间戒指 只有几方的储物空间 而紫色的空间戒指 据说有上百方的储物空间 价格要超过五百万黄悬币 根本不是我们的黄色戒指能比的 我这辈子 都没见过几枚紫色空间戒指 这小子 一定是哪个大家族的弟子 他的紫色戒指里 还不知道有多少的好东西 师兄 你看我们要不要 韩师弟一边说着 手上比划了一个切割的动作 孙周早在看到紫色戒指的那一刻 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这个戴着紫色戒指的人 不但只有真玄四级 还是孤身一人 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大肥羊 若是在外面 他断然不敢打什么主意 因为用得起紫色戒指 必然有很大的来头 但这里是死亡荒原 每年因互相抢夺 而死在里面的人不计其数 在这里杀他 几乎可以说 没半点风险 那孙周刚要点头 穆小林凑过来气愤的道 韩师兄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出身名门正派 是出来历练的 不是杀人越货 恶贯满盈的强盗 你们要是真敢这么做 我一定告诉师父 师父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狠狠惩罚你们 说不定还会把你们赶出师门 孙周的神色一变 立马一本正经的点头道 师妹说的没错 韩师弟 你怎么可以有如此卑劣的想法 这件事 师妹不会答应 我也不会答应 你要真敢 对他图谋不轨 我会第一个出手阻止你 还是孙师兄最正派了 穆小林很是崇拜的道 韩师弟一缩脖子 善善道 师兄师妹不要生气 我只是随口开玩笑 开玩笑而已 得到丁小林的夸赞 孙周的腰板 又更挺直了几分 冷哼道 我们出身江北第一门派玄剑派 要以维护门派生育为 第一行事准则 在外不但不能仗势欺人 和心存恶人 遇到弱小 还要主动出手相助 这个小兄弟的玄力 只有真玄境四级 却孤身一人来到这里 实在太危险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挺身相助 说话间 云彻已经走到了他们的不远处 孙周向前两步 一脸正气地道 这位小兄弟 应该是第一次来死亡荒原吧 一个人来这个地方 实在太危险了 不如和我们一起如何 大家都是年轻人 彼此好交流 也能相互照应 云彻瞥了他一眼 从他的眼眸深处 看到了深藏的贪婪 暗中一声冷笑 淡淡地瞥下两个字 不用 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 切 孙师兄为了他的性命考虑仗义出手 这小子居然还不知好歹 就等死吧 见云彻竟然拒绝 丁师弟很不屑地道 孙周没有说话 脸上的肌肉 轻微抽出了几下 不死心地看着云彻的后背 有慕小林在 他断了直接对云彻杀人越货的念头 准备将他拉到一起 然后找个机会 拉着云彻单独行动 杀了他之后 再做出被玄兽杀死的假象 紫色戒指就会成功到手 没想到 自己刚才喊话时 刻意展露了真玄境九级的实力 这个人却是断然拒绝 真玄境四级 他看上去 年纪和我差不多大 玄力竟然这么高 想到刚才孙周的话 慕小林惊讶地道 用的 还是那么贵重的空间戒指 他一定是 出自一个很大的宗门或家族吧 孙周转过身来 一脸不屑道 应该是吧 不过我最看不起的 就是这些大家族 大宗门的弟子 因为他们的旋力 都是靠各种丹药硬撑起来的 根本一点都不扎实 哪像我们是一步一步地练起来 他的旋力虽然是真玄境四级 但若打起来 他还真不一定能打过师妹 哦 孙周正说话间 后方的黑林之中 忽然传来一声悠长的狼嚎之声 随之 一个巨大的蓝影 从黑林中猛然窜出 直冲向师兄妹四人 这个蓝影足有三米多高 木成赤色 找四缸钩 后背则呈现着厚重的灰色 全身释放着一股极度狂暴的气息 四人刚举起武器准备迎战 一看青蓝影的全貌 他们的脸上 顿时露出极度惊恐的神色 铁 铁背苍狼 这里 这里不是真玄兽的区域吗 怎么会出现灵玄兽 师兄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快跑 孙周大吼一声 拉起木小林 以最快的速度窜逃而去 铁背苍狼 可是一只低级灵玄兽 根本不是他们 四个人所能对付的 它比金刚 还锋利的狼爪和牙齿 能轻易地撕开 他们旋利防御和身体 孙周的大吼之下 丁汉两人也是如梦方形 怪叫一声 没命地向后逃去 但他们的速度 又岂能比得上铁背苍狼 转眼之间 丁师弟和韩师弟两人 便就已被追上 铁背苍狼一声咆哮 庞大的身体 将两人同时飞扑在地 狼爪拍下 如穿豆腐一般 将两人的身体直接刺穿 两人发出恐惧至极的惨叫声 然后白眼一番 没有了意识 也不知是重伤身亡 还是直接被吓晕过去 啊 丁师兄 韩师兄 两人的惨叫 让穆小林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她的声音 也让铁背苍狼的一双卸眸 将她和孙周锁定 一声低吼 如一道蓝色闪电般狂奔去 转瞬之间 便已拉近和他们的距离 是 师兄 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穆小林拼命地奔跑着 但身后的死亡威胁 却越来越近 孙周回头一看 发现铁背苍狼 距离他们已不到石部之遥 顿时下出一身冷汗 她一咬牙 大喊道 师妹 你先挡住 我马上喊人来救你 说完 她将穆小林猛地向后一推 推向了铁背苍狼 自己则没命地向前奔去 师兄 你 穆小林做梦也没想到 孙周竟然会为了保命 将她推向铁背苍狼 她倒在地上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碰 啊吼 被铁背苍狼扑倒撕裂的感觉没有袭来 绝望之后 她听到了一声巨响 和一阵惨叫声 她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到一个站在自己身前 衣着滑跪的少年背影 她的后背之上 挟附着一把巨大的铁剑 而铁背苍狼已在十几米开外 正在地上狼狈地翻滚着 是她 看着这个背影 她想起 这是那个刚刚走远的少年 正在逃窜的孙周 回头看到这一幕 顿时一阵嘲讽 这小子 真是找死 不过也正好给老子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看来 老天都不想让我死 被撞开的铁背苍狼 很快就地上爬了起来 她血眸直视云彻 身上爆发出比之前更加狂暴的戾气 然后一声咆哮 隔着近二十米的距离 带着一股让人窒息的气息 凌空扑了过来 云彻双眉一拧 在她近身时骤然跳起 跃到了铁背苍狼的上方 重剑从后背拔起 向下轰然沦下 咔嚓 铁背苍狼 之所以被称作铁背苍狼 是因为她的后背 尖弱铁板 是身上防御最强的地方 但在云彻重剑轰击之下 她金刚一般的击鼓 却是瞬间被砸断 发出清脆到近乎震耳的声音 本章完 第172章 黑龙强盗团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铁背苍狼哀嚎一声 身体重重地砸向地面 如皮球般 在地上翻滚出很远 然后瘫在那里 再也没有了动静 身下 一大瘫血迹 缓缓蔓延 纵然是灵玄兽 受她全力一击 也是直接殒命 净显重剑的霸道与可怕 云车重剑回背 瞥了已经脸色苍白的沐晓玲一眼 却看也不看铁背苍狼的尸体 寻着之前的方向向北走去 过了好一会儿 沐小林才终于从巨大的惊吓和震撼中惊醒 看着云车越来越远的背影 她用颤抖的声音道 谢 谢谢你 另一个方向 已经逃出很远距离的孙周 停在了那里 被刚才的情景经的呆立当场 怎么也不敢相信 可怕的铁背苍狼 竟被一个只有真玄境四级的少年 给一箭秒了 难道这只根本不是什么铁背苍狼 只是长得很像的 一只真玄兽 要不怎么会出现在真玄兽的领地 还被一个只有真玄四级的人给秒了 想到这里 孙周一阵懊悔 看着从地上站起的沐小林 她咬了咬牙 快步跑了回去 隔着很远就大声道 沐师妹 你没事吧 有没有被伤到 看着孙周跑回来 沐小林的眼神里 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崇拜 只有深深的失望 她猛地推开孙周伸过来的手 怒声道 孙师兄 你太让我寒心了 你不带着 我跑也就算了 居然还把我推向铁背苍狼 你 你简直不是人 我这些年都看错你了 师妹 你误会了 你完全误会我了 孙周满脸委屈地道 我们同门这么多年 你师兄我是什么为人 你还不了解吗 我就算自己死 也绝不会让师妹伤到一根头发 我刚才推师妹 哪里是把你推向铁背苍狼 我是为了把你推开 然后吸引铁背苍狼追我一个人 我是准备用自己的命来救师妹 师妹居然还这么误会我 沐晓玲冷笑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你这些话骗鬼去吧 孙周立即竖起两根手指 眉头拧起 无比郑重地道 我向孙家 列祖列宗发誓 如果刚才的话有半句虚言 就让我孙周遭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孙周这一番毒视下来 让沐晓玲内心顿时动摇了起来 想到之前孙周的举动 他说的话 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想到这里 他虽然不尽兴 但内心总算是安慰了一些 再加上其他两个师兄昏迷在地 生死不知 他现在能依靠的 也只有孙周 当下 他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道 好 我姑且相信你 我们先去看看丁师兄和韩师兄的状况 他话音刚落 后方的黑幕林里 忽然传来了一片 游远极近的脚步声 嗯 绝对是铁背苍狼的叫声没错 应该就在前方了 林玄兽的区域不敢进去 简直种跑进真玄兽区域的落单林玄兽 最安全爽快 哈哈哈哈 嗯 这铁背苍狼的声音怎么没有了 难道是跑远了 随着声音的临近 一个十二人的队伍 也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中 为首的艺人看上去四十来岁 手持大刀 身上毫不掩饰地释放着林玄境一级的气息 他身后的艺人年纪和他差不多 一身瘦皮衣 旋力同样为林玄境一级 后方十个人的旋力 也都集中在真玄境五级到十级之间 十二个人的肩膀上 都绣着一只黑龙图案 在死亡荒原的外围 这是一只相当强力的队伍 在死亡荒原之中 遇到任何一波外人 都要马上提高警惕 刚刚稳定下 心神的穆小玲和孙周 顿时戒备起来 而看清他们肩膀上的图案时 他们的脸上同时露出了恐惧 比看到铁背苍狼时还要深的恐惧 魔 魔龙强盗团 快 我们快走 就在孙周和穆小玲 准备快速离开的时候 他们的身后 响起一阵阴森的呼吓声 你们两个 给老子站住 听到这个声音 两人身体一僵 非但没有停下 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跑去 他们来死亡荒原的次数不多 但黑龙强盗团的恶名 却是如雷贯耳 这个强盗团人数不多 但各个高手 而且下手无比狠毒 越货后 从来都是杀人灭口 几乎从不留活口 妈的 这俩崽子还想跑 领头的中年人嘴巴一咧 脚下一蹬地面 旋力爆发 整个人如大鸟一般飞扑出去 一下子越过了孙周和穆小玲的头顶 落在他们前方 回身一刀迎面砍了上去 师兄我们和他拼了 穆小玲举起剑来 咬着迎向了强盗团长的长刀 但真玄境一级 在灵玄境一级面前实在是不够看 仅仅一个照面 他就被震得后翻一个跟头 倒在地上半天无法站起 孙周拼命挡了几剑 也被一刀狂砍下 震倒在地上 长剑也远远地飞了出去 呦 真玄九级 还不赖吗 倒也算得上个青年天才了 可惜啊 嘿嘿 强盗团长拿着刀向前逼近 张狂地大笑起来 黑龙团长威武 黑龙团长威武 后方的小弟们纷纷起哄起来 呦 身上居然还有空间戒指 看来也没白费大爷 这么大半天力气 把你们的空间戒指 还有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全部交出来 老子还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 否则嘛 嘿嘿 老子有的是方法 让你们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刚逃脱了铁背苍狼的利爪 又遭遇了更加可怕的黑龙强盗团 穆小林已是满心绝望 身旁的孙周挣扎着直起身来 他本以来 孙周是要搏命反抗 却看到他 扑通一声 跪在了黑龙面前 将手上的戒指 慌不迭地 放在黑龙的脚边 一边磕头 一边拼命地求饶道 嘿 黑龙大眼 久闻大鸣 如雷贯耳 我 我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里了 整整六千黄悬臂 还有十九颗小灰悬丹 三十八颗真悬兽悬丹 全部用来孝敬大爷 请大爷饶了我的性命 我还不想死 不想死啊 哈哈 真是个贱骨头 后方的副团长白龙 和十个团员 全部比一地狂笑起来 孙师兄你 你 慕小林气的小脸发白 对这个平时仰恶的师兄 彻底的失望与寒心 听到慕小林的声音 孙周如梦方形 然后拉过他一只胳膊 眼巴巴的道 对 对 大爷 这是我的小师妹 叫慕小林 长得还算水灵 至今还是个厨子 也献给大爷 请大爷尽管享用 请大爷看在我这么孝敬的份上 饶我一条贱命 我今后一定感恩戴德 永世不忘 你 你 你这个禽兽 畜生 你简直不是人 慕小林 全身发抖 词汇匮匮乏的他 已经根本找不出什么言语 来斥骂这个露出真面目的小人 他面色死灰 心中一片悲哀 黑龙狂笑了起来 剑骨头我剑多了 像你这么剑的 泽泽 还真是不多啊 不过 你这孝敬 还真是没成心啊 这小牛是大爷自己逮下来的 大爷几个过会儿 自然会享用 不是你送的 拿老子的战利品来孝敬老子 当老子是白痴吗 没用的东西 还留你的命做什么 去阎王爷那里求饶去吧 说完 黑龙向前一步 便要一刀砍向孙周的脖子 大爷 等 等等 等等 看着那举起的砍刀 孙周下的差点尿裤子 拼命地磕头求饶道 我这里有一个大买卖 绝对的大买卖 几位大爷只要干了这一批 这一批票 绝对比一年 不 三年赚的还要多 只要大爷答应 饶我一命 我就马上把这个大买卖 告诉几位大爷 哦 黑龙刀收了起来 眯眼看着他 大买卖 说来听听 如果真的够大的话 嘿嘿 饶你一条狗命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杀你这样的贱人 老子还嫌手脏呢 谢 谢谢大爷 面对黑龙极尽侮辱的话 孙周却是大松一口气 然后伸手一直北方 那里 看那个人 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人的手上 戴着一枚紫色的空间戒指 紫色的 千真万确 我们师兄妹几个 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 那个人不但孤身一人 旋力也才真旋进四季 这片区域较为空旷 云彻走得又不快 顺着孙周所指的方向 还能清楚地看到 云彻远去的背影 看孙周那满脸的见像 绝对没胆子哄骗他们 黑龙眼珠子一动 猛一招手 把他们两个带上 追 云彻慢吞吞地走着 心里想着 该如何完美地 进行自己的历练之路 沉思中 心海传来茉莉 幸灾乐祸的声音 看起来 有一拨人专程找死来了 云彻停住脚步 心中一阵不爽地哀叹 千里迢迢地来这里 历练容易吗 竟被一些垃圾货色耽误时间 在他心中短叹时 他的身后 已响起杂乱的脚步声 很快 他就被十几个人团团围住 这些人后方 他还看到了 被制住的孙周 和穆小林两人 没错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 孙周指着他 脸带兴奋地吼叫道 仿佛看到了活命的曙光 对 对不起 穆小林已是满面泪痕 低着头 不敢看云彻 刚刚才被他所救 现在却又连累他 落到黑龙强盗团的手里 团长 快看他的左手 真的是紫色的空间戒指 发了 我们发了 干完这一票 足够我们逍遥快活大半年了 看着云彻左手上紫光 黑龙强盗团的人 全部如打了鸡血般兴奋起来 其中一个尖辈大剑 带着一只黑眼罩的人走了出来 对黑龙道 团长 这小子年纪小 旋力也才真旋四级 哪用得着您老出手 看小的 我拿下他 独眼龙 我看你是看上他背后的那把剑了吧 黑龙咧嘴笑了起来 独眼龙黑黑一笑 这小子的剑居然比我的还大 还那么嚣张地背在身上 则则 用紫色戒指的人 身上的剑肯定也不一般 我这大剑用了好几年 杀了这么多人 早就顿了 也该换换了 嘿嘿 不让他乖乖跪下来喊爷爷 然后把内裤都交出来 老子以后到这走路 在哄笑声中 独眼龙大不留心地走到云彻身前 肩上的大剑一挥 深深地插在了身前的地面上 他阴阴地笑道 小鬼 去哪里玩不好 居然赶到你爷爷们的地盘上来 你是想爷爷对你客气点呢 还是不客气点呢 云彻点了点下巴 悠然道 怎样才能客气 怎样才能不客气 这简单得很 只要你够听话 爷爷们自然会客气 要是你不听话的话 嘿嘿 他的目光落在云彻背后的重剑上 想要爷爷对你客气点 就先把你身后那把剑丢过来 给爷爷玩玩 爷爷玩高兴了 说不定会给你留条内裤 哈哈哈哈 黑龙强盗团一阵轰然大笑 独眼龙这家伙 果然是看上了那把剑 泽泽 那把剑这么大 少说也得两三百斤 两三百斤 得了吧 这小子细皮嫩肉的 玄力也才真玄初七 要真两三百斤 他能这么一直背着 我看那把剑只是看起来大 中间不过是空壳子 撑死也就百施金 说不定连百斤都不到 背在身上也是唬人用的 你要玩我的剑 听着独眼龙的话 云彻很是诡异地笑了起来 他伸手将霸王巨剑从背后抽出 也没见多大动作 随手一扔 将他扔向了独眼龙 既然你想玩 那就给你玩玩吧 可要接住了 云彻扔剑的动作轻轻瞧瞧 简单随意地 就像随手扔了块小石头 霸王巨剑 在云彻这一扔之下 也轻零零地飞向了独眼龙 算你识相 独眼龙大笑一声 迫不及待地向前一步 伸手抓向抛来的重剑 本章完 第173章 灭团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独眼龙的手 准确无误地 抓在重剑宽大的剑柄上 但他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来 便感觉一股油弱千钧的重压 从手臂上猛然传来 咔嚓 3900斤的重量 又是空中坠下 独眼狼的手臂 瞬间被砸得断裂 重剑落势不减 直线砸落在他的胸口 只听砰的一声 独眼狼在惨叫声中 被狠狠地砸倒在地上 在重剑的重压之下 连半个身体都在轰的一声 闷响中陷入了下方的土地之中 胸骨更是同时断裂十几根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其实 若是独眼狼提起全身旋力 助好旋力防御 摆好姿势的话 就算接不住重剑 也不至于被砸掉半条命 但面对一个少年随手丢来的剑 任谁也不会提起全部的旋力去接 正在嘻哈中的黑龙强盗们 全部傻眼 一双双眼珠子 都差点蹦出眼眶 云彻双手抱胸 冷笑了起来 我这把剑 好玩吗 你 重剑依然压在胸口 压得独眼龙胸腔下陷 完全窒息 一口气都无法喘上来 他瞪大眼睛 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便眼白一番 昏死过去 压在独眼龙胸口的 仿佛不是一把剑 而是一座沉重的小山 眼前这一幕 所有人始料未及 愣是半天 都回不过神来 黑龙也是眼睛圆瞪 心中对这个 本以为是只大肥羊的少年 猛然生出巨大的警觉 能将有着真玄境 五级实力的独眼龙 砸成这样 那把大剑 至少要三千多斤的重量 这样的重量 黑龙自问自己挥舞起来 都格外吃力 而这个明明只有 真玄境四级的少年 却可以脸不变色地 随手丢出去 那得多么恐怖的臂力 全部上 杀了他 黑龙在处处都是 死亡的死亡荒原 混迹了近十年都不死 自然不是庸碌愚蠢之辈 即使云彻所表露的 玄力气息 在他的玄力下 可谓不足为虑 但心中的警觉 让他依旧果断下达了 全体围攻的指令 将云彻团团围住的 黑龙强盗顿时从惊呆中 齐齐惊醒 然后一声呼喝 全部拿出武器 蜂拥而上 被暗置在地的穆小林 在这阵势之下 惊叫一声 闭上了眼睛 不忍看到 云彻被砍到 血肉横飞的悲惨画面 这些强盗旋力 修为最低的 也有真玄境五级 高的 则达到了真玄境十级 在这死亡荒原的外围 这是一支实力 相当恐怖的强盗队伍 云彻的脸色一沉 右手一招 旋力涌动 将3900斤的霸王巨剑 硬生生地从 掩毒眼龙身上 吸回到了手中 然后重剑横起 原地猛然旋转挥舞 呼 这简简单单的 重剑挥舞 竟卷起一阵 巨大的龙卷风暴 飞杀漫天中 那些黑龙强盗 还未能近身 便全部感觉到 一股不可抗拒的 暴风迎面来 将他们的身体强横地带起 让他们在空中 连续两三个后空翻 狠狠地栽到了地上 无一例外 有一些连手中的武器 都被远远地冲走 是 什么 黑龙和副团长白龙 同时后退好几步 脸上大惊失色 那是何其霸道恐怖的一剑 没有碰到任何人 没有使用任何旋迹 仅仅一剑挥舞带起的剑锋 就将所有人冲翻在地 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黑龙与白龙精的 险些肝胆碎裂 云彻根本懒得在这些人身上 多浪费一秒的时间 他重见一砸地面 剑身之上 燃起熊熊烈焰 眉心部位 金色的凤凰印记 释放出着眼的金色光芒 心 妖 脸 低音声中 云彻变身燃火 爆燃的凤凰之言 瞬间窜起数米之高 然后以他的身体 为中心 层层散开 怒然盛开一朵妖艳无比的火焰莲花 瞬间笼罩了周围二十多丈的距离 致命的凤凰之言 将所有倒地的黑龙强盗 都无情地席卷其中 十几声交叠在一起的惨叫于 巨大火莲中响起 凄惨的犹如来自九幽地狱的哭声 但焚心妖莲 并没有因此而怜悯 依然在无情地绽放着 层层叠叠的火焰之蛇 逐渐盛开成越来越大的炽热火莲 包裹着一个个在绝望中痛苦翻滚 直至完全化成灰烬的身影 这时 云彻第二次释放焚心妖莲 但其威力 要比第一次释放石墙出数倍 黑龙和白龙十几年来 抢过无数的人 也杀过无数的人 和胆小 二字绝对沾不上关系 但在眼前将他所有小弟 转眼间焚烧成碎渣的火焰面前 他们的脸色苍白无比 牙齿在打颤 双腿在哆嗦 全身的肌肉都在剧烈地竞篮着 大 大哥 白龙站到黑龙面前 用颤抖的声音道 走 我们快走 黑龙倒退两步 然后猛然地转身 向后逃窜而去 白龙一愣 也连忙跟在身后溃逃 两个过着刀口舔血日子 旋力高至临玄境一级的中年选者 竟被一个只有真玄境四级的少年 给吓破了胆 落荒而逃 他们没能跑出多远 火莲之中 一个身影飞射而出 转瞬追击到他们的上方 巨大的重剑 带着沉重的威势 从他们的头顶砸落 黑龙和白龙转身回头 大吼一声 两把长刀 瞬间倾注了他们所有的旋力 一起迎了上去 一个真玄境四级 对轰两个零玄境一级的选者 这是只有疯子和不想活的人 才能做出的事 但面对两个人同时的权力迎击 云车的眼神只是微微动了一下 却丝毫没有避开的意思 而是直直地迎了上去 只是见识 一瞬间 狂暴了近十倍 如果此时他手中是其他种类的武器 他纵然有大道浮屠绝在身 也绝对不敢这么做 但 他手中的是重剑 正面对撞 谁看起得上重剑 三枚龙血宝丹带来的体质增强 和旋力提升之下 他完全自信 如今的自己已经可以毫无压力地 抗下灵结之前 让他狼狈不堪的天威绝剑 又何况 两个零玄境一级选者的合击 允月沉兴 当 一阵刺耳无比的震响 黑龙和白龙的两把长刀 全部断成竖节 巨大的冲击力之下 两人就如两个皮球一般 远远地滚了出去 停住之时 两人抓着自己的右手腕 痛苦哀吼 他们的右手 从肉到筋道骨大面积碎裂 血流如柱 激进残废 身体更是在麻痹中 半天无法站起 全身的骨骼 在那剧烈的力量冲击下 几乎散架 云彻后翻落地 又后退了几小步 便将反阵力轻松卸掉 临玄境 在刚入苍锋悬浮时 是何其高等的存在 整个苍锋悬浮的弟子中 也只有三个人达到此境界 可以说 他连挑战的资格都没有 但此时 一招重剑下的允月陈兴 竟轻轻松松砸翻了两个 邪神绝下的旋力暴走 和狂暴玄迹 大道浮屠绝给予的逆天躯体 凤凰颂试点带来的毁灭之力 天狼欲神点给予的重剑神威 云彻的这四种力量 前两者来自于上古真神 邪神与荒神 前两者来自于上古神兽 凤凰与天狼 四大神力 齐聚于一个凡人之躯 给予云彻的 是足以超越一个大境界挑战的力量 也注定了他必定惊世骇俗 对于此时的云彻 不要说两个零旋径一级 纵然是一个普通的零旋径四级 也有战胜的可能 没有给黑龙和白龙喘息的机会 云彻一个剑步向前 重剑抡起 砸向已暂时失去行动能力的黑龙和白龙 等 等一下 黑龙瞳孔收缩 但他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 云彻的重剑已同时砸落在他和白龙的身上 砰 一声暴响 两人的身体同时被砸断 漫天洒血地飞了出去 死无完尸 云彻面不改色 收起重剑 也不看两人的尸体一眼 脚步缓慢地走回到了孙周和穆晓琳两师兄妹面前 停住脚步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谢谢恩人再次救命之恩 可怕的黑龙拥兵团 在眼前少年的举手投足之间 变成了一地交尸 就连团长也转眼间毙命 发生在他眼前的场景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 让他恍若在梦中 跟云彻说话时结结巴巴 看他的目光 半是崇拜和感激 半是恐惧 谢谢 谢谢恩人大案 孙周也慌忙喊叫道 声音急促而颤抖 云彻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是你把他们引到我这里来的 这一句话 让孙周顿时憨如雨下 仓皇地摇头道 不不不不 恩人 恩人你听我解释 是才我和我师妹 落到这些恶人的手里 我怕他们伤及我和我师妹的性命 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所幸恩人神威无敌 消灭了这些恩人 请恩人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恕了我们师兄妹 我和师妹一定感恩戴德 永世不忘 哦 是吗 云彻冷笑了起来 他目光瞄了瞄目小灵 嘴角咧开 眼神忽然变得淫血起来 你这师妹 看上去不错吗 应该还是个厨子吧 云彻的话 再配上她的眼神 孙周乃还不明白什么 想也不想 激动地道 是 是 我师妹至今还是个厨子 恩人要是喜欢 尽可拿去享用 相信师妹也一定心甘情愿 对于孙周又一次说出这样的话 穆小灵已经连失望都不屑再有 唯有一阵悲哀的冷笑 云彻墓中的银鞋瞬间消失 化作一片冰冷 她忽然向前 一脚将孙周踢翻在地 然后脚步踏前 踩在了她的脖梗之上 恩人 咪 孙周瞪大了眼睛 她刚出生 云彻的脚下便唯一用力 让她白眼一番 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 像你这样的垃圾 活在世上 真是玷污空气 还是送你去见阎王吧 声音落下 云彻的脚下传来咔的一声 孙周双眼一凸 就此与命 啊 穆小灵一声尖叫 满脸的惊恐 你 你 你为什么要杀她 她虽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但她又没杀过人 罪不至死 你为什么要杀她 云彻看了她一眼 淡淡道 你这个师兄 平时在宗门里 应该是人品资质口碑俱加吧 但今天面对死亡 她露出了各种丑态 你觉得 如果她活下来的话 会允许自己的这些丑事 被别人知道吗 而你另外两个 一起出来的师兄 已经死了 知道这些事的 就只剩下你一个 听到这里 穆小灵的脸色 已经一片苍白 她看上去 对你还有所企图 那么 她接下来的会做的 就是将你先奸后杀 然后回到宗门说 你们在死亡荒原 遭到恶人或玄兽杀害 她的丑事就一点 都不会败露 依然是宗门里 人人尊敬仰恶的师兄 而你 却是受尽屈辱而死 你还要问我 为什么杀她吗 说完 云彻不再停留 向北离开 穆小灵呆立在那里许久 才缓缓软倒在地上 低声尼难道 谢谢你 本章完 第174章 风暴猎音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杀人不但果决 而且面不改色 你以前杀过很多人 小仙女的声音 不知从何而来 响起在云车的耳迹 云车的脚步微微一致 回答道 我的确是杀过很多人 你不会因为这个反感我吧 你杀得尽是恶人 并主动救下非恶之人 我无从反感 相反 我反感那些优柔寡断 以善良仁义之名 饶恕恶人的人 想起那碗小仙女杀人的手法 云车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 以凤凰之言焚烧 至少还能留点烧焦的残渣 而那碗死在小仙女手下的老者 死得连点渣都没剩下 云车加快速度 继续向死亡荒原的深处行去 越是深入 所遇到的人便越少 临近灵玄兽领域的边缘时 已看不到了历练者的存在 同时 随着步步深入 云车所遭遇的 玄兽等级越高 数量也越来越密集 逐渐让他开始感觉到吃力 碰碰碰碰 一连串的暴响 十几只铁甲蜥蜴 被云车一箭扫飞 身上的铁甲防御 也全部破碎 云车刚刚收剑 又是十几只铁甲蜥蜴 从周围出现 在让人悚然的波地声 围攻了上来 这些铁甲蜥蜴的实力 每一只都相当于 真玄境八级的选者 铁甲蜴的巨尾横扫 如一道道钢边一般 云车一跃而起 还为跃至最高点 便以心神碎银反物理骤冲而下 凤凰之言飞射而出 将最近的一只铁甲蜥蜴 直接撞翻 火焰似乎是这些铁甲蜥蜴的克星 承受了凤凰之言的 那只铁甲蜥蜴 长久的痛苦嘶叫 生命力快速减弱 云车眼神一宁 如闪电般 主动冲入铁甲蜥蜴群中 全身燃起凤凰之言 手中巨剑 仿佛化作了一条 翻腾飞舞的赤色火龙 随着重剑的一次次落下 火焰机射向四周 逐渐点燃起一大片的火焰领域 将一只只铁甲蜥蜴的铁甲 快速消融 几十夕的时间 云车在铁甲蜥蜴群中 游走了两个来回 将新涌上来的铁甲蜥蜴 也全部消灭殆尽 呼 云车重剑之地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稍作休息后 毅然向前 踏进了灵玄兽的领域 翻过了一个矮丘 七只全身释放着暴力气息的铁背苍狼 出现在视线之中 铁背苍狼的嗅觉极其敏感 第一时间嗅到了生人的气息 七双苍蓝色的狼眼 基本是在同一时间 锁定云车的位置 然后纷纷发出嚎叫 急冲上来 七只有着灵玄境 一级选者实力的铁背苍狼 这无疑是云车至今为止 所应对的最豪华阵容 云车没有半点 要后退的意思 从背后抽出重剑 刚要迎上 忽然听到周围响起 阵阵响应般的狼嚎 随之 几十个浅蓝色的影子 从四面八方出现 一起向这边冲来 全是铁背苍狼 我靠 云车握见的双手 顿时抖了抖 冷汗瞬间流了下来 几乎是想也没想 掉头就跑 笑话 一只它可以轻松灭掉 七八只也勉勉强强能全灭 可能还要受点伤 超过十只 它就别想应付得来 这么多 它只有逃跑的份 一直踏出 林玄兽的领域范围 身后的狼嚎声 才逐渐消退下去 云车依在一棵干枯的粗树中 抹了一下头上的冷汗 这个死亡荒原的玄兽 为什么会这么密集 莫莫利忽然开口说道 听说从很久很久以前 这里就是玄兽的领地 否则 也不会被称作玄兽的天堂 云车回答道 玄兽密集 排挤外来者 久居不散 绝不会没有原因 万兽山脉的玄兽 也是数量极多 而且极度排外 原因很显然 是因为山脉中心 有凤凰气息的存在 作为玄兽 他们会对这种神兽气息 有着天生的畏惧和敬仰 凤凰气息 会成为他们心中 犹如信仰一般的存在 从而万兽聚集 有人类踏入他们的信仰之地 他们自然会拼命攻击 而这里的玄兽 居然比万兽山脉的还要多 还要狂暴排外 难道这死亡荒原的中心 也有类似于凤凰的神兽气息存在 莫利的这些话 云车并没有太往心里去 他平复心境 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后 直接拖着剑 重新冲回到灵玄兽的领域 此时 铁背苍狼们已经散开 这次 没等铁背苍狼们开始嚎叫 他一个顺身冲上去 一记重剑 隔着石不知摇轰了过去 天狼斩 在云车所拥有的所有玄机中 以天狼斩消耗最大 也威力最大 是他一直深深隐藏 唯有在灵结面前 才施展过一次的底牌 这一剑轰出 声势可谓天崩地裂 平整坚硬的地面 被瞬间冲出一道近二十丈长的沟壑 沟壑所穿过的位置 六只铁背苍狼的身体 硬生生地被冲击成十二段 一招下去 耗掉了云车近三分之一的旋力 他却没有后退 反而主动冲向了 已经快速聚集起的铁背苍狼堆中 重剑无比狂暴地挥舞着 带起阵阵狼嚎 和漫天飞散的泄星 一个时辰之后 云车的位置已出现在五里之外 他坐在地上 小心地将药粉撒向身上 大大小小的伤口 最长的一道 从他的左胸 一直延伸到右肋 身可见骨 而他的身后 几十具铁背苍狼的身体 均匀地横在这五里之中 每一具狼尸都破败不堪 撒完药粉 云车端坐在地 闭上眼睛 大道浮屠绝运转 身上的外伤 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点点愈合着 他心里很清楚 目前的区域 已经是他能达到的极限范围 继续往前 遇到实力堪比 林玄境二级选者的 玄兽群的话 他能做的 就真的只有逃跑 在伤口全部好转之后 云车的周围 再次出现了大片狼嚎之音 云车睁开眼睛 也没有换衣服 直接将身上 以破烂不堪的衣服一拉 抓起重剑 冷眼看向了周围 不知何时 又出现了十几只铁背苍狼 一只铁背苍狼不可怕 可怕的是 它们的群起攻之和源源不断 两天两夜的时间过去 云车也在这里 厮杀了两天两夜 数不清的铁背苍狼 死在他的剑下 但这里的铁背苍狼 却仿佛无穷无尽 他每次杀完所有苍狼 做下疗伤后 最多不超过一刻钟 又是大片的铁背苍狼 在视线之中出现 这两天两夜 时时惊险的厮杀 也让云车在药物 催动下增长的旋力 越来越趋于稳固 就在云车考虑着 要不要进入到更深处时 天空之上 忽然传来一声嘹亮的英明 云车下意识地抬头 东方的天空之上 一只漆黑巨鹰正低空 徐徐飞来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云车都能清楚地 看到他锐利无比的阴眼 以及阴爪反射的凛然寒光 而这只巨鹰 云车不是第一次见 脱口喊出了他的名字 风暴猎鹰 因为风暴猎鹰 新月城的萧宗 分宗就饲养着一只 那日就是萧在荷 乘着那只风暴猎鹰 追赶他和蓝雪若乘坐的巨雪雕 最后被逼落入万寿山脉之中 玄兽之中 风暴猎鹰的实力 相当于临玄境二级的选者 但他最强之处 不是他的攻击性 而是他惊人无比的预空能力 无论飞行的速度还是高度 灵旋领域 甚至地旋 天旋领域 都几乎无受可及 云车发现风暴猎鹰时 他正处在滑翔状态 滑翔的并不快 然而 就在他飞至云车鞋上空时 巨大的身体忽然倾斜 然后骤然坠下 两只可怕的鹰爪直直抓来 云车没想到 他竟然会忽然攻击自己 瞬间做出反应 重剑撩起 一股狂暴的剑气迎了上去 然而 就在他挥剑之时 他忽然发现 这只风暴猎鹰的两只鹰爪 似乎并不是朝向自己 而是自己偏左的位置 他目光向左一斜 看到了一具鲜血淋淋的铁背 苍狼尸体 顿时明白 他要抓的是铁背苍狼的尸体 但云车已是重剑挥舞 无法收回 重剑风暴狠狠地撞在了 风暴猎鹰的身上 将他冲击地 在半空翻了好几个跟头 也顿时完完全全吸引了他的仇恨 风暴猎鹰一声长鸣 饱含愤怒的鹰眼 锁定了云车 双翅一拍 风暴卷起 将云车完全笼罩 他自身也闪电般俯冲而下 因找直抓他的胸口而去 迎面来的锋刃 将云车的衣服 切出道道的口子 却无法切伤他的身体 云车不闪不闭 迎着风暴 一箭轰出 只是 他依旧低估了风暴猎鹰的速度 再加上风暴的压制 这一箭轰出时 风暴猎鹰的鹰爪 已临近他的胸口 寒光闪闪的爪子 甚至已刺进了他的衣服 碰 霸王巨剑 重击在暴风猎鹰巨大的身体上 将他砸的一声惨鸣 在半空中快速翻滚着飞了出去 一直翻滚了几十圈 在几乎要落到地面上时 才堪堪扶住身体 这凶狠的一击足以让风暴猎鹰心生恐惧 他在半空晃晃悠悠了许久之后 才总算恢复平衡 却再也不敢攻击云彻 远远地飞去 哼 算你识相 否则非给你一把火 常常不可 云彻拉了一下胸口的衣服 看着那四个鹰爪刺出空洞 又在心里暗暗到了一声好险 身上的衣服已实在破烂不堪 再加上染了太多狼血 味道也有些刺鼻 实在是没法继续穿下去 他于是快速地将身上破烂的衣服全部撕掉 然后换上了一身新衣 在换好衣服的那一刻 他的脸色忽然微微一变 闪电般的伸手按在了自己的脖梗上 脸色也一下子变得更加难看 因为 他从小到大 一直戴在脖梗上的那枚吊坠 竟然不见了 本章完 第175章 雌雄蛟龙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全身一个机灵 目光迅速扫向四周 那枚吊坠的外壳是金属材质 会多少有些反光 且颜色和土地有明显的区别 若是落在周围枯黄的地面上 应该很容易看得到 但云彻找了半天 却没有发现丝毫踪迹 而云彻清晰地记得 在刚才坐下疗伤时 他的手因为拉拽破损的领口 还碰出了吊坠一下 那时候 吊坠还在身上 难道 云彻猛然抬头 看向了空中 刚才在正开风暴猎音时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颈后 被什么东西啰了一下 那时他以为是自己动作过大 被衣服勒住 并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想来 分明是自己的吊坠 被从自己的脖子上啰下 阴爪不但锋利无比 而且弯曲成钩 若是碰到吊坠的丝线 很有可能将丝线牢牢勾住 然后将吊坠拉出 风暴猎音飞行的速度极快 此时 他已经远在高空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黑点 云彻心中大急 奋力向前狂奔去 但只奔跑了几步 便又停了下来 对着上方大吼道 小仙女 帮我追上那只风暴猎音 他抢走了我的吊坠 过了好一会儿 上空才传来小仙女悠悠的声音 我只是遵循承诺 保护你三个月 而不是听令与你的随从 我亦没有义务 听从一个男人的号令 那个吊坠 对我很重要 它关系到我的身世 是我能与亲生父母 相认的唯一凭证 我绝对不能丢掉它 与我何干 云彻目光死死盯着高空 那个越来越模糊的黑点 深吸一口气 焦急地吼道 如果你能带我追上风暴猎音 我会为你开通身上三处 不 五处 五处封闭的玄关 我说到做到 绝不失言 如果我做不到 你仅可以一掌打死我 云彻的这句话 在任何选者耳中 都不斥雷霆之音 也是 任何选者都无法抗拒的天大诱惑 小仙女同样不能 两夕之后 她的身影便在一片冰滑中 浮现在云彻的身前 好 那我帮你 清冷的声音落下 云彻便感觉身下一股 不可抗拒的大力袭来 她的身体被带的飞起 然后如离弦之剑般 飞射向高空 直追远去的风暴猎音 汹涌的气流迎面灌来 让云彻不得不暂时闭上了眼睛 耳边风声呼啸 完全不亚于 她当初乘坐巨雪雕石的风浪 在她试用涌动的气流后 她睁开了眼睛 小仙女就在她的身侧 她飞行的姿态很美 便如九天玄女浮空漫舞 雪白的长裙飘荡而起 浮动的面纱之下 一张绝美的血颜 朦朦胧胧 若隐若现 视线的前方 那个黑点在瞳孔中 一点点地放大着 再快一点 一定要追上她 云彻焦急地催促道 她现在不得不起岛 吊坠在她的阴爪之上 挂得牢一点 千万别掉下去 否则茫茫死亡荒原 寻找起来 真的就是大海捞针了 小仙女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玄者到天玄境 方可欲空而行 而风暴 猎鹰是天空王者 我就算倾尽全力 也至多只能勉强追击 现在 已基本 快到我的极限 说话间 前方的黑点再度近了一分 大概追击到了三里左右的距离 而就在这时 前方的风暴猎鹰 似乎发现了他们的追赶 一声嘹亮而愤怒的长鸣摇摇传来 随之 她的速度骤然加快 在视线之中变得越来越远 糟了 难道她发现 我们了 小仙女 速度再快一点 一定要追上她 一定要 云彻深深咬牙道 小仙女再度看了云彻一眼 然后微微叹了一声 周身上下 一层淡蓝色的光芒浮现 让周围的温度瞬间骤降 忽然笼罩而来的寒气 让云彻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 迅速运转旋力 才将这股近乎刺骨的寒冷抵御掉 与此同时 她感觉带动着自己的那股力量忽然暴增 带着她以更快的速度破空而去 视线中的风暴猎鹰 总算不再变得遥远 但一段时间过去 却也没有拉近 后方的威胁 让风暴猎鹰速度全开 她虽只是知灵玄兽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高空霸主 纵然是有着天旋巅峰实力的小仙女 也只能追个旗鼓相当 不会被甩下 但也无法拉近 小仙女 不能再快一点了吧 现在的速度已是风驰电撤 耳边呼啸的风声 让她激进失聪 但她依旧焦躁的希望更快一些 因为那枚吊坠 对她实在太重要了 苍云大陆那一世 她带着她从出生到死亡 从未离开 天旋大陆这一世 她同样从出生 就带在她的脖梗上 就像是她生命的印记 两世 他们没有父母 亦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这一世 她终于知道了些许 关于亲生父母的讯息 而脖子上的这枚吊坠 成为了 她寻找到自己身世 和亲生父母的唯一希望 若是丢了 她永远都别想知道 自己的身世是什么 这次 是我真正的极限了 小仙女回答道 感受着云彻发自内心的焦急 她出言安慰道 你不必太着急 总会追上 你有信心 她毕竟只是 灵玄兽 若论耐力 她远远不能和我相比 若就这么一直追逐下去 她必定比我先历解 只要不在这个过程中丢失目标 她就无法逃脱 小仙女的话 让云彻稍稍放下心来 想到上次高空飞行的场景 她不自禁地笑了一下 上一次 她和蓝雪若是被风暴猎鹰在后面狂追 一直到巨雪凋力竭 而这一次 状况完全反了过来 她和小仙女一起凌空追赶风暴猎鹰 等的 同样是她力竭 风暴猎鹰的巨大身躯 在空中掠起长长的黑影 直线向北方飞去 那是深入死亡荒原的方向 小仙女和云彻穷追不舍 下方大片大片的土地 缓过他们的视线 两个时辰之后 数百里的荒原被他们甩在身后 他们完全跨越了灵玄兽的领域 达到了地玄兽领域的上空 如果云彻此时落下 遭遇任何一只玄兽 都会有性命之危 而这片区域 即使是高空 也是风暴猎鹰 以往绝对不敢进入的 但在云彻和小仙女的穷追不舍之下 她不得不全力飞行到这里 然后继续向北而去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不知不觉 他们已飞越了八九百里的距离 他们所在的上空 已临近死亡荒原的中心点 一个云彻 以自己的实力 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地方 如此长时间的全力飞行 风暴猎鹰终于开始显露出疲态 它飞行的速度开始减弱 遥遥传来的鸣叫声 也不再中气十足 而是透着越来越深的疲软 半步云旋的旋力和其浑厚 待人全力飞行三个时辰的小仙女 丝毫不显疲惫之态 看着前方的黑点越来越近 已逐渐能看到风暴猎鹰模糊的影子时 她轻语道 她已经接近历劫了 准备擒住她 说话间 两人飞行的速度 又隐隐加快了几分 距离风暴猎鹰越来越近 半刻钟后 已拉近到不足千米之距 而这时 风暴猎鹰忽然扑动了一下翅膀 发出一声虚弱的鸣叫 身体无力地坠向了下方的一座矮山 小仙女也迅速带着云彻飞坠而下 距离地面越来越近 而在这时 云彻的脑中忽然传来茉莉的惊喊声 快闪开 危险 云彻的心中猛地一领 而就在茉莉声音落下的瞬间 下方的矮山之上 忽然飞射出一道巨大隐隐 隐隐如一道婉转的闪电一般 直线向上 一个组有房屋大小 镶嵌着恐怖獠牙的血盆大口张开 照向他们 云彻和小仙女同时大惊失色 小仙女一手抓住云彻手臂 全力后撤 显而又显地躲过了这血盆大口 但危机并没有就此解除 他们的后方 一股同样危险的气息袭来 又是一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血盆大口 从他们的身后召来 滚开 小仙女秀眉一别 右手伸出 在前方瞬间筑起一道数十丈宽的冰晶之杖 血盆大口撞击在冰晶屏障上 被远远地弹开 屏障之上 也出现大片的裂痕 看着冰晶屏障上的裂痕 小仙女的双眉紧紧皱起 而云彻的双目之中 已完全隐满了震惊 因为她看到了龙 银色的龙 而且是两条银色的龙 两条足以三十多丈长的银色巨龙腾空而起 一前一后 盘旋在她和小仙女两边 片片龙铃反射着银色的寒光 如同有无数银蛇在游动一般 两股浩瀚无皮的恐怖气势 将它们牢牢锁定 这不是真龙 而是两条变异的蛟龙 身上弥漫着浓烈的剧毒气息 品级上是高等的天玄兽 实力位于天玄巅峰 堪比天玄境十级的强者 在有几十年时间就足以踏进半步亡玄之境 如果只有一只 以她半步亡玄的实力 可以对付的了 但两只 她除非同归于境 茉莉的声音无比慎重 你如今最好的选择 就是让它缠住这两只蛟龙 然后你趁机马上逃走 否则 你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一起逃 是根本不可能的 龙的欲空能力 还要胜过雄鹰 这时 前方的蛟龙龙口大开 吐出人类之言 又是妄图沾染龙神宝藏的愚蠢人类 受死吧 声音沉重震耳 落下之时 两只蛟龙同时翻腾而起 两股狂暴的气息 一前一后轰向云彻和小仙女 本章完 第176章 恶战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熊蛟的声音中 带着深深的恨意和杀意 仿佛人类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丑人 很显然 想和他们进行语言交涉后离开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赶紧离开 能离开多远 就离开多远 这两只蛟龙所释放的强大气息 让小仙女有了巨大的危机感 她猛一伸手 带起一股冰冷的气流 将云彻远远地推了出去 同时 全身冰滑浮动 迎向雌雄双胶的攻击 小仙女 小仙女的推力 根本不是云彻所能抗拒的 在大喊声中 她一直被气流推到了十里之外 才跌落在地上 同时也脱离了两只蛟龙的攻击范围 之前所在的位置 传来阵阵惊天动地的轰鸣之声 两只巨大蛟龙 在高空蜿蜒盘旋 阵阵咆哮震荡天地 相比他们庞大的躯体 小仙女的 只剩下小某娇小的血影 如穿花蝴蝶般 在他们之间穿梭着 两只蛟龙一般大小 外形近似 一词一雄 似是夫妻 他们同时巨口大张 吐出一团龙卷风暴 龙卷风暴 风暴本来只有几丈之宽 但在席卷过程中快速放大 转眼已达数百丈 两团巨大风暴 一前一后 带着无比恐怖的撕扯力卷 向小仙女 云彻抬头之时 看得便是这样一幅场景 顿时两眼大睁 心脏都为之骤停 在这两团近乎遮天的风暴之中 小仙女的郊躯 便如一片幽夜般渺小 小仙女微微上升 然后身体开始旋转起来 她旋转的速度很慢 婀娜曼妙的 就如蝴蝶在翩翩起舞 但就是如此缓慢幻美的旋转 却在周围卷起了一股 绝不亚于蛟龙的巨大风暴 而且是寒风刺骨的冰风暴 哄 一声油若雷霆阵势的轰鸣 在天空炸起 三股风暴在空中相撞 空间顿时疯狂站立 下方的山丘 在转眼之间 被风暴削成平地 一些扎根百年 千年的枯木 被高高卷起 甩到了不知多远的地方 黄土更是大面积扬起 遮天蔽日 就连远在十里之外 云彻都被一股 忽然卷来的气流 吹翻在地 他用力 抱住了一块巨石菱角 才没有被远远吹走 风暴的对撞 所产生的恐怖乱流 一直持续了很久都没有消散 云彻处在这场风暴边缘的边缘 却已是完全窒息 而小仙女 则是处在风暴的正中心 云彻迎着乱流艰难地抬起头 看向空中的小仙女 他的郊区依旧在缓慢旋转着 位置没有丝毫的移动 两股蛟龙风暴 被他的旋力风暴 牢牢地排斥在二十丈之外 丝毫没有触及到他的身躯 反而再被他一点点地排出更远 也就是说 独自面对两只天旋巅峰的蛟龙 他竟是毫不落于下风 云彻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这时 他忽然看到自己的上空 一个黑影被乱流迅疾地带飞了出来 那个黑影让云彻的瞳孔轻微一缩 风暴猎鹰 全速飞行三小时的风暴猎鹰已是完全历劫 又遭受这风暴席卷 已然是昏了过去 云彻想也不想 高高跃起 一把抓住了风暴猎鹰的一只鹰爪 然后旋力放松 依靠背后重剑的力量 飞速坠下 落在了一块足以抵挡乱流的巨石后方 风暴猎鹰也不知是昏迷过头 还是已经死了 被云彻拽下来之后 依旧毫无动静 云彻一脚将他的身体踹翻 然后一眼看到了 他右边的鹰爪之上 那铜光微闪的东西 果然在他身上 云彻一阵欣喜 迅速上前将他从鹰爪上解了下来 虽然经过了如此大的波折 吊坠依旧是完好无损 他的丝线也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成 柔软若棉丝 却同样是毫无损伤 云彻将吊坠小心地打开 看向里面的小镜片 确认这个小镜片也毫无损伤后 他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然后将吊坠重新挂回到脖子上 你要找的东西已经找到了 还不赶紧走 留在这里等死吗 茉莉很焦急地道 不行 小仙女还在和那两条蛟龙恶战 我怎么能走 云彻从巨石后方伸出头来 看向小仙女的方向 断然说道 愚蠢 这个级别的战斗 根本不是你能干涉的 他最后 无论是胜是败 是生是死 都不是你能插手 你留下除了让自己身处险地 又能帮到他什么 云彻咬牙道 我知道我帮不了他什么 但是 他是因为我才遭遇了这两条蛟龙 若让他陷入险地 而我却一走了之 那我这辈子 都不可能看得起我自己 而且 这里地处死亡荒原的中心 周围都是地玄 甚至天玄境界的玄兽 我随便碰到一只 就是九死一生 我又能逃到哪里去 云彻的这番话 让茉莉无法反驳 风暴持续了整整半刻钟后 终于消散 天空之上 传来熊骄的声音 原来竟是个半只脚 踏入王玄境界的人类 难怪胆敢前来 妄图染指龙神的宝藏 但你既然来了 就永远别想再离开 小仙女冷声道 我不过是偶然路过这里 根本不知道什么龙神的宝藏 更没想过要触犯你们 雌龙的声音愤怒地传来 住口 你们人类 都是一些卑鄙险恶的生灵 当年 就是因为我们夫妻 一丝不忍饶恕了一个闯入这里的人类 三个月之后 他带了几十个人来到这里 还杀死了 我们唯一的孩子 同样的错误 我们绝不会再犯 人类 受死吧 两只蛟龙的力量都为风系 他们的力量释放间 周围的空间风云激荡 飞沙走石 浩大的声势 让整个死亡荒原的中心区域 都隐隐颤抖 附近区域的玄兽们 都从沉睡或安静中惊醒 在恐惧中逃窜而去 到达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后 他们依然不敢吼叫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遥遥看着远处高空的巨大龙影 瑟瑟发抖 冰云领域 随着小仙女的一声娇和 她周围的三百丈空间 顺时变成冰蓝一片 在这片巨大的冰蓝领域之中 漫天冰霜无声而落 空气中的水元素 被凝成无数冰晶 大得被罩上了一层雪白 两只蛟龙的身体 开始蒙上一层越来越厚的冰层 行动变得迟缓 就连风暴都仿佛 再被一点点冻结 呼啸得不再那么凄厉 领域 居然是领域 云彻一声尸口惊呼 领域计 传说中至少要亡玄境界 才能施展的强大玄技 领域一旦形成 领域之内的一切 都将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元素 甚至完全为自己所用 领域也分为很多种 有攻击型领域 防御型领域 增幅型领域 牵制型领域 震慑型领域等等 而小仙女 还未完全进入亡玄境界 居然已可以发动领域计 冰云领域之内 寒冷 飞雪 冰霜 都小幅度地增强了小仙女的能力 同时也一定幅度上 减弱了双龙的行动力 和攻击强度 小仙女的手上 此时多了一把仿若冰晶凝成的透明长剑 身躯一动 蓝光一闪 直刺熊娇而去 当 那剧烈的撞击声 十里之外的云彻 听得清清楚楚 蛟龙虽不像颜龙那样 是有着完整龙之血脉的真龙 而只是有着七八成龙血的亚龙 但毕竟也是龙 躯体有着近似于真龙的强横 小仙女这一剑之下 紧紧斩断了熊骄的一片银铃 但银片被伤 足以引起熊骄更深的愤怒 它的反击也随之而来 黄蜂呼啸间 全身冰冷大片崩裂 一只巨大的龙爪 带着漫天锋刃 猛然砸向小仙女 龙爪所到之处 带起撕裂空间的尖铭 碰 巨大的龙爪 落在小仙女的冰盾之上 龙爪被弹开 冰盾也出现大片裂痕 而下一瞬 磁礁的巨尾 也如一道横移的小山一般砸来 紧随熊骄的龙爪 撞击在冰盾之上 拼的一声 小仙女的冰盾完全崩裂 炸开漫天碎片 龙爪扫过 撞击在小仙女的虚影之上 小仙女的身影 在更高的上空出现 面色变得更加凝重 趁着领域还没有消失 它身躯急速坠下 冰剑直指熊骄而去 剑身在熊骄躯体的每一次撞击 都带起片片如蓝色闪电般的光芒 蓝光之中 熊骄的鳞片也被片片击碎 它目前唯一能选择的 就是集中攻击一只骄龙 如果 这两只天旋巅峰的旋兽 是其他的种类 比如 狼 狮 笋 纵然独身面对两个 它都有很大的战胜把握 但偏偏 这是两只骄龙 龙的躯体 血脉 耐力 魂力 气场 都是万兽不可相比的 一刻钟的骄手 小仙女已经很清楚 这一战 无论是要胜 还是安全而退 而无比之艰难 天空越来越暗 夜幕 一再悄然间开始降下 让天空之上不断闪烁的蓝光 变得更加刺目 在持续了小半个时辰后 小仙女的冰云领域 终于完全消失 空气中的寒冷快速消散 雌雄骄龙的行动 顿时变得迅击起来 而小仙女的力量 却出现了衰弱 它斩击在雄骄身上的冰箭 所发生的撞击声已明显不如之前那么震耳 云车的内心也已无法保持平静 她焦急地道 莫莉 你现在可以动用多少力量 你死心吧 我不会帮她的 莫莉早就料想到会有这一刻 断然拒绝 要灭杀这两只蛟龙 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但如果我动用了那个程度的力量 我这段时间总算被压制下去的毒势 必将功亏一篑 我还没善良到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浪费我在天毒株里 整整一年的成果 本章完 第177章 双骄陨灭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莫莉出手的后果是什么 云彻很清楚 当初莫莉出手灭杀炎龙后 险些魂飞魄散的一幕 她清楚地记得 但这两只蛟龙 断然不能和炎龙相比 而且经过天毒株这段时间的进化 莫莉此时的状态 已比当初好上太多 出手灭掉这两只蛟龙 或许会让这段时间以来的进化 付诸东流 但至少不会有魂飞魄散的危险 而如果不她不出手 小仙女就会有性命之威 冰云领域消失之后 她已经明显处在了烈士 云彻正要继续劝说莫莉 远处的天空 忽然传来了熊骄的声音 人类 你的力量在减弱 看来 刚才就已经是你的极限 半步亡旋 也不过如此 磁骄的声音 也傲慢地响起 区区人类 又起配 与我们龙族抗衡 妄图染指龙神留下的宝藏 就只有毁灭的下场 受死吧 小仙女的旋力层面 虽然比这两只蛟龙高上半个小境界 但若论耐力 她又怎么可能比得上蛟龙 之前连续三个时辰的全速飞行 现在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激战 她的力量已开始出现明显的疲软 而反观蛟龙 虽然熊骄已被激烈上百片银铃 有的龙铃之下 不断渗出龙血 但她的气势却是丝毫不减 这些伤害加起来 对她而言 也不过是小伤 磁骄就更不必说 她们庞大的身躯中所蕴含的力量 仿佛无穷无尽 在双骄狂暴的力量之下 小仙女的反击越来越弱 到最后只能全力防御 再无反击的力量 娇小的身躯 而双龙所制造的风暴之中 就如摇摆的扶屏 随时都有可能被粉碎 到了这样的境地 小仙女的美眸之中 终于凝聚起越来越重的怒气 我与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不但无理由出手攻击 还要将我逼上绝地 小仙女的声音缓慢而平静 而平静之下 又隐藏着深深的愤怒 我今天既然已注定要殒灭在此地 那必要你们 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从小仙女的声音里 云彻听到了深深的怨恨 和刺骨的冰冷 甚至 还有一丝誓死如归的决然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 小仙女的身上 忽然一道湛蓝色的光芒冲天起 直射苍穹 与此同时 周围空间的温度 以一个无比恐怖的速度爆降 几乎是一瞬间 就降低到了零度以下 然后继续直线下降 下方所有的物体之上 都开始附上了越来越厚的冰层 十里之外的云彻 都感觉到了一股刺骨的冰寒 迎面来 让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嗦 她看着那道冲天起的蓝光 地音道 那是 什么 茉莉 人类 你要做最后的反抗了吗 可惜 你如今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摧毁我们蛟龙的躯体 等待你的 只有彻底的灭亡 蓝光之下 小仙女的脸色一片平静 她手中的冰剑缓缓地举起 却没有指向已经伤痕累累的熊骄 而是指向了说话的磁骄 血唇微动 字字如冰 在我陨落之前 就让你 先行陨落吧 冰云禁忌 灵 滑 定 小仙女在空中一闪 如一道蓝色闪电般 飞射向磁骄 这一瞬的速度 足足超越了 她极限速度的两倍 那把被蓝光包裹的冰剑 直直地刺向磁骄 然后 在刺耳的割裂声中 穿透龙鳞 深深地刺入到她的身体之中 如果这把剑 就这么完全捅入一个人的身体 的确足以致命 但无耻来长的冰剑 在蛟龙的庞大身体面前 实在太渺小 这一剑在蛟龙面前 就如刺入人体的一根针斑微小 这一幕 并没有让熊骄惊慌 反而发出嘲讽的声音 浩强的力量气势 竟让我有刹那的时间无法动弹 但你以为 这样就能重伤我们蛟龙的躯体吗 这点伤害 对我们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熊骄的声音还未消散 便忽然听到 慈骄的口中 发出凄厉的嘶吼 龙身剧烈地挣扎起来 而她挣扎的 只有头部和尾部 被小仙女用冰剑刺入的地方 就如完全僵住了一般 一动不动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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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冰晶 凝结声震耳地响起 以小仙女的冰剑为中心 厚厚的冰晶 以近乎疯狂的速度 在慈骄身上凝结 从蛟龙躯体中间 向龙手和龙尾蔓延而去 慈骄的嘶叫声 越来越凄厉痛苦 直至已经变得嘶哑绝望 但她身体的挣扎 却越来越微弱 因为她越来越多的身体 被冰晶完全地覆盖 最终 她的挣扎和叫声 完全地停止 因为就连她的头部和尾部 也已全部化作了冰晶 整个过程 仅仅持续了五息的时间 仅仅五息 数十丈长的蛟龙 变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冰雕 快到了 熊骄都没有反应过来 巨大的龙形冰雕 在空中继续停滞了刹那之后 带着小仙女的 冰剑 沉重地坠落了下去 重重地砸在了 在被风暴完全削平的冰冷土地上 而这沉重的坠落 也使冰雕之上 裂开无数细密的裂痕 小仙女的身上的蓝光消失了 就连力量气息 也几乎全部消散 她的脸色变得 如雪 一般苍白 无比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你 你干了什么 熊骄的声音 变得无比的愤怒与狂暴 力量气息也变得格外混乱 因为磁骄身上的冰 根本不是简单的冰封 不仅仅是她的体外 她的躯体 她的血液 她的内脏 她的生命 她的力量 她的灵魂 都全部被冰封 让她已经根本感觉不到了 她生命气息的存在 死了 在这恐怖无比的彻底冰封下 磁骄也彻底地死了 全身上下 没有一个细胞 还残存着生命力 熊骄愤怒的咆哮响彻天地 响彻了大半个死亡荒原 惊扰了无数玄兽 一时间 死亡荒原的中部万兽兽惊 四处狂奔 一片大乱 你竟然杀了我的妻子 你竟然杀了我的妻子 狂风卷起 就连天上的云朵 也被她愤怒的咆哮声震散 小仙女缓缓抬头 苍白的脸上露出冷笑 我不过是一个过路者 你们却要将我逼到绝路 自作孽 死有余辜 好 万恶的人类 我要你死 我要你受尽剧毒 是身之痛而死 十里之外 云彻惊呆在了那里 惊声道 那只磁骄 死了 对 死了 茉莉很平静地道 至于那个女人 也马上就要死了 你说什么 云彻心脏一跳 哼 她最后的力量暴走 分明是一招禁忌之计 而且 这一招禁忌 是以自毁悬脉为代价发动的 现在 她的悬脉禁毁 经脉寸断 已成废人 必死无疑 自知在这两只蛟龙的围攻之下 逃生无望 这算是她最划算的选择 至少拉了一个垫背 什么 云彻的身体猛地站起 悬力全开 疯了一般地 向小仙女的方向冲去 你要干什么 你疯了吗 她的行动 让茉莉大惊失色 我没疯 云彻咬着牙 近乎咆哮地吼道 我不能让她死 她是为了保护我 才遭遇了这场灾难 我绝对 绝对不能让她死 茉莉 快杀那只熊蛟 算是我求你 快杀那只熊蛟 要是小仙女 真的就这么死在了熊蛟手上 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宁 茉莉 茉莉 如果你再不出手 就算小仙女死了 我也不会停止脚步 宁愿和她一起死在蛟龙爪下 我答应你的所有事 都一定会做到 求你这一次 一定要帮我 说话间 云彻的速度越来越快 完全超过了 她本能达到的速度极限 失去力量的小仙女 开始从空中坠落而下 她闭合着眼眸 面色无比的平静 因为她很清楚着 自己接下来的结局 而玄脉破碎 经脉禁断 已成废人 她也不会再甘愿活下去 只是她的眼角 一滴晶莹的泪痕 悄然滑落 去死 死 熊蛟龙口大张 一团带有剧毒的风暴 卷向了下落中的小仙女 莫烈 熊蛟的举动 让云彻大惊失色 蛟龙的风暴何其可怕 此时的小仙女 全身毫无旋力防御 若被这风暴沾上 瞬间就会被绞成碎片 就在这可怕风暴距离 小仙女不到三丈之遥时 一抹赤红色的娇小身影 忽然出现在了风暴的前方 小小的手随意一甩 只听一声闷声 这团风暴 竟直接被砸得折返 以更快的速度 反向席卷向了熊蛟 熊蛟的躯体 在这忽然折返的风暴 一阵翻腾 看着前方忽然出现的 小小红影 她的龙眸之中 竟闪现出恐惧 你 你是什么人 随手一掌 连力量波动都没有 便将她的毒气风暴 给拍了回来 仅仅是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 眼前这个小巧的人类女孩 实力要至少要超越 她三个大境界 而真正让她恐惧的 是来自她的一种 无形威压 她这辈子都没承受过 如此可怕的威压 在这股威压面前 她感觉自己 就如沧海面前的 沙尘般微笑 莫莉没有回答她 水晶般的毛子里 满是杀气和愤怒 她伸出一根纤细白嫩的 手指指向蛟笼 指尖之上 亮起一抹 并不浓郁的红色光芒 真是不让人省心 区区一只低级蛟笼 居然逼得本公主 一年努力全部白费 若不是剧毒再生 我非将你碎成千万段不可 死吧 声音落下 茉莉伸出的手指 虚空轻轻一滑 吃了 在同一个瞬间 蛟龙的躯体之上 忽然出现了一道 贯彻全身的细长赤红光芒 沿着这道丝线般的红色光芒 蛟龙的躯体 整整齐齐地分开 然后整整齐齐地落下 龙眸大张 再无动静 没有声息 没有恶战 甚至连死前的叫声都没有 熊娇就此隐灭 本章完 第178章 太古苍龙 上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灭杀熊娇后 茉莉的小脸 顿时涌上一抹苍白 她回眸望了一眼云彻的位置 红裙飘动间 身体已化作一束红芒 回到了天毒株之中 看着熊娇的陨落 云彻大叔一口气 一边狂奔 一边急声道 茉莉 你没事吧 过了好一会儿 茉莉才发出恨恨的声音 哼 算我上辈子欠你的 茉莉的话虽然有些虚软 但并不飘忽 这也让云彻放下心来 有些歉意的道 这次 又连累你了 多余的话不必多说了 你如果想要救那个女人 速度就快一点 我可无法保证她有没有中了那只熊娇的剧毒 另外 三个月内 你都不要再指望 我出手 茉莉说完这些 便没有了声音 在天毒株中 安静地压制着 又一次蔓延全身的剧毒 虽然这一次 没有像上次斩灭炎龙石那样 伤及魂元 但依旧绝不好受 一个半步王旋 两个天旋巅峰的激战 让这一带饱受灾难 地面平均下陷了至少三尺 一眼望去 寸草不留 终于到了这片区域 云彻一眼 看到了小仙女的身影 她安静地躺在那里 就如枯黄土地上的一朵醒目莲花 小仙女 云彻心里一突 快步冲了上去 来到她的身前时 她短暂地愣了一下 她身上的白衣 已是破损不堪 却在残留冰华的保护下 依旧一尘不染 一直罩在她脸上的面纱 也已不知在何时飘落 让云彻终于完全看清了她的血颜 和云彻预想的一样 这是一张很美很美的面容 五官精致绝伦 带眉清细 俘若诸华 虽然言 唇都苍白如指 但依旧无法眼下 那发自骨子里的冷傲尊贵 超然出尘 让人面对她时 几乎不敢生出一丝的亵渎之心 唯有自残行贿 云彻的呆滞 只持续了刹那 便马上蹲下身来 伸手按在了她的血颈上 手指碰触她皮肤的那一刻 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因为她此时的体温冰冷的吓人 就如刚在冰泉中浸泡过一般 不要 碰我 感觉到云彻对她 脖梗的碰触 小仙女微弱地挣扎起来 声音气弱油丝 却无比坚决 她虽已重伤冰死 但身体 对男性的排斥 却是深入骨髓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 苍白的脸上 那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冷意 更是没有丝毫减少 好 我不碰你 我不碰你 云彻连忙把手收回 心却是一阵下沉 刚才的探视 让她内心一片惊燃 茉莉说的并不夸张 是比茉莉说的还要严重 她的悬脉 彻底地毁了 就如碎裂的冰金一般 支离破碎 比她当初的残废悬脉 毁得还要彻彻底底 根本不可能修复 如果一定要说 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只能像她当初那样 重建一个悬脉 但这种机缘 云彻可谓天悬大陆 有史以来第一人 根本可遇而不可求 而且 就算真的遇到了 有了新的悬脉 悬力也只能从初悬境 重新开始 不但悬脉尽碎 她的经脉也几乎全部断裂 此时的小仙女 除了残存意识 全身上下 已是激进完全瘫痪残废 除了右臂和右手经脉 只碎了一半 还能勉强动弹 全身其他部位 已根本不可能活动 将天悬巅峰的 蛟龙几席之间 动成毫无声息的冰雕 那该是何其恐怖的力量 而施展这种力量的代价 也是无比残酷的 这样的伤势 纵然是经常以神医自居的云彻 也唯有深深的无力感 她自信可以保住她的性命 但不可能恢复她的悬脉 更不可能恢复她的力量 除此之外 云彻还从她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沉沉的死气 不用管她了 她已经活不了了 茉莉冷冷地道 不 她能活 有我在 一定不会让她死 云彻牙齿紧咬 双手隔空 按在小仙女的胸口 以自己的旋力 拼命地护住她的心脉 哼 你没必要自欺欺人 你难道感觉不到 她的心里已满是死质 从傲视天下的半步亡旋 一下子成为了一个连战都站不起来的废人 换成是我 我也不会想再继续活下去 就算你有办法让她活下去 她今后也只能躺在床上 这对她而言 将比直接死去 要难受千万倍 你若要救她 就是在折磨她 而且 你的医术就算再高超百倍 她若自己心死 你也根本不可能救得活 茉莉的话 如一盆冷水 交零在云彻的头上 她全身僵住 一动不动 许久 她垂下头 看着小仙女毫无血色的脸 滴滴地沉吟道 师父说过 天地万物 相生相克 生死轮回 因果循环 不惜不绝 世间所有之物 都有其反面与逆面 病患可以生成 便必然可以治愈 世间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不治之症 纵然有 也只是暂时没有找到方法而已 玄脉既然可以破碎 就一定有办法可以修复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最让云彻担心的 不是她 重到可怕的伤势 而是她的死质 茉莉说的没错 若她心若死灰 一心求死 不要说她 就是师父在世 也不可能救得活 一念至此 她不再顾忌小仙女的排斥 双手抓住她的肩膀 大声吼道 小仙女 听着 听我的话 有我在 你死不了 再重的伤也死不了 你断裂的经脉 给我三年时间 我一定能全部修复 你的玄脉 你的玄脉 也一定有办法可以复原 你睁开眼睛 看着我 不要死 不要让自己死啊 小仙女的眼睛闭合 唯有血唇动了一动 发出虚弱的声音 玄脉尽碎 回天乏树 我不怪你 你 爸 小仙女虚弱的声音里 同样竟是死质 她的一句我不怪你 毫无责怪 也毫无感情 就连一丝怨恨与不甘都没有 真真正正的心若死灰 你不用试着劝她了 你就算真的有办法 为她修复玄脉 甚至现在就让她的玄脉 变得完好 她的死质也不会减少 茉莉无情地说道 几十年的苦修毁于一招 你根本不了解 从半步王旋到一个废人 是多么不可承受的巨大落差 哼 且不说她 就说你 若是让你这一年以来的 修得的所有力量 所有神觉全部消失 你难道不会绝望吗 更何况她几十年的努力 半步王旋的修为 不 我不会 云彻眼神决然 无论我失去什么 只要不是生命 只要我还活着 就一定有重新追回的希望 活着就是最大的希望 活着就一切都有可能 哦 呜 远处 隐隐地传来 玄兽吼叫的声音 而且断断续续的 吼叫声越来越近 显然 激战停止 双龙的气息消失 让一些有着 较高智力的玄兽 察觉到了异常 开始试探着 向这里靠近 而能处在这荒原中心地带的玄兽 随便一只 都是云彻不可能抗衡的 云彻目光四顾 忽然看到 就在北方不到一里的距离 有着一座孤零零的矮山 矮山之下 是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之所以说她孤零零 是因为在刚才小仙女与双交的战斗中 周围大片区域 都已被扫成平地 唯有那座矮山 不知什么原因竟还安然地存在于那里 而且看上去 似乎没受到什么损伤 如果被一只玄兽发现 那么不光是小仙女 连她也要交代在这里 她当机立断 一把将小仙女冰冷而柔软的身体抱了起来 冲向了那座矮山 同时低声吼叫道 小仙女 我知道你冰清玉洁 甚至排斥男性 但我就是抱你了 想惩罚我 想杀了我 就给我好好地活着 你要是敢就这么死了 我马上扒光你的衣服 小仙女这一辈子 都没听过如此无耻的威胁 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已被她牢牢地抱住 眼睫微颤间 本已满是死至的内心 生出了思思愤怒 屈辱 还有某种无法说清的东西 但马上 这些东西 便又被满满的死至淹没 云车快步而小心地冲进山洞 整个过程 她的旋气 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入小仙女体内 保护着她的命脉 这个山洞比预料的还要幽暗 但并不阴森 云车一直走到山洞的最深处 才把小仙女轻轻地放下 这里很黑 很安静 连风声 都已完全听不到 感受着小仙女游斯般的气息 云车一阵内疚与无力 对不起 如果不是因为你要保护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非要去追那只风暴猎鹰 你也不会遭遇这种事 如果可以早些预料到这种事 我绝对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的身世 又怎么比得上你的性命重要 云车当初提出要小仙女保护她三个月的要求时 绝没想到这段时间之内 她竟会 遭遇两只天旋巅峰的蛟龙 这个实力足以列入 苍丰帝国前十的小仙女 信守着她的承诺 离开两个月之后 暗示归来 从苍丰皇城 跟随她来到这死亡荒原 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的生命 现在 甚至为之付出了自己的所有 云车从来都不愿意 亏欠别人什么 小仙女对她的保护 本只是一种交易 她一直享受的心安理得 但今天的事 她又怎么可能继续的心安理得 云车伸手试了一下小仙女的脉搏 发现她的体温 不但没有更加冰冷 反而温暖了一些 一正之后 她马上反应过来 她身体之前的冰冷 是因为她所修的玄弓 如今她玄脉破碎 冰系玄弓也全部消散 体温也开始趋于正常人 想到这里 云车迅速站起身来 在自己和小仙女的周围 燃起一圈凤凰之炎 带起黑暗煽动的鼓鼓热流 这时 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上空缓缓地响起 凤凰之炎 原来如此 看来那不是错觉 你的体内 果然流淌着少许凤凰的血液 这个声音 让云车闪电般从地上跳起 谁 是谁在说话 本章完 第179章 太古苍龙 夏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年轻的人类 你不必紧张 我是太古苍龙留在这里 看守试炼之地的一缕残魂 不会伤害到你 苍老的声音再度响起 这个声音中透着无上的威严 却又温和似风 太古 苍龙 云车抬头看着上方 迷茫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而他的星海深处 却传来茉莉满是震惊的声音 什么 太古苍龙 上古时带众神兽之手的龙神 太古苍龙 漆黑的上空 忽然在这时 张开了一双神秘的眼睛 这双眼睛巨大而狭长 形状近似于人类的眼睛 这幅场景 和云车在凤凰的试炼之地 所看到的凤凰之眼 很是相似 不同的是 凤凰秘境中的眼睛 成金黄色 而这双眼睛 却是比天空还要深邃的苍蓝之色 与此同时 一股浩瀚无边 如同苍穹轻浮的气场 降临而下 在这股气场面前 云车顿时感觉自己 就如山岳前的一粒沙尘般微小 这股气场的底蕴 甚至还要胜过他那日 感受过的凤凰之息 在这灵魂气息的笼罩之下 云车的内心 对刚才的声音 完全无法生出一丝一毫的怀疑 这是一种绝对力量 压制下的心灵干涉 而同时 仅仅是灵魂气息 就如此恐怖 那个声音 又怎么可能是在说谎 太古苍龙的残魂 试炼之地 难道 这里和凤凰秘境一样 是你曾经停留 并留下力量传承的地方 云车抬头看着 那双苍蓝色的眼睛 缓缓地说道 没有错 神的时代早已结束 真神也已完全绝技 但我们不甘心 就此完全消失于世间 会尝试着用各种办法 留下我们的力量痕迹 传承给后来的有缘之人 来将我们曾经的力量永恒地传承下去 这么多年过去 我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有缘人 而这千年之中 你是第一个 我 第一个 对 千来以来的第一个 太古苍龙的声音响起到 在千年之前 曾有129个试炼者 到来过这里 但之后 有两只蛟龙 寻着我的气息到来了这里 不再离开 并在龙神气息的滋养下快速成长 达到了天旋巅峰之境 这是一片力量层面很低的大陆 这两只蛟龙的存在 让人类根本无法靠近这里 再加上 这里早已成为了一片 玄兽聚集的死亡荒原 恶名远扬 敢于何有能力靠近此处者 也越来越少 有时百年都难见一人 难怪这里竟聚集着这么多的玄兽 原来是有龙神气息的存在 茉莉滴滴的道 万寿山脉的万寿聚集 是因为凤凰气息 而这里 居然是因为龙神气息 在上古神兽之中 龙神居首 他的层面 还要高出凤凰 众神覆灭后 多少人做梦都想找到龙神的遗迹 奢望得到龙神留下的力量 没想到 他竟然会在这小小的天旋大陆 留下他的力量传承 你能来到这里 虽非依靠你的实力 但也是缘分所致 你有资格接受我所留下的试炼 若你能通过我留下的试炼 我便可以赐予你三滴苍龙之血 让你拥有龙神血脉 你 可否愿意 云彻却没有直接回应 因为他此时的心思 根本不在于什么试炼不试炼 在这忽然出现的太古苍龙 所带来的震撼之后 他的心情重新冷却下来 急声道 太古苍龙 你是上古时代最强大的龙神 那你 那你一定有办法拯救我身边的这个人 我请求你救救他 拯救他的生命 更要恢复他的力量 如果你可以做到 我愿意 拿任何东西交换 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 小仙女的长劫 微微颤动了一下 苍蓝色的眼眸 微微闪动了一下光芒 随着苍老的声音响起 他内伤极重 五脏衰竭 悬脉 经脉尽碎 而且心意死至 我不过是一缕残魂 根本没有能力拯救他 但 我却知道一个 可以拯救他的方法 如你所愿 不但能拯救他的生命 而且还可以完全恢复他 曾经的力量 不 甚至还将因此有所突破 让他真正踏入王玄之境 太古苍龙的前半句话 让云彻希望破灭 后半句话 让他的头骤然抬起 目露奇光 声音也激动地颤抖起来 你 你说什么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快告诉我 那方法是什么 快告诉我 说完 他又激动地矮下身来 对小仙女道 小仙女 你听到没有 有一个方法 不但可以救你的命 还可以为你修复 悬脉经脉 能让你恢复所有的力量 甚至还有可能让你突破 曾经无法突破的瓶颈 你听到了吗 这是上古神兽亲口说的话 绝对不可能是骗人的 你听到了吗 小仙女的死质 是对失去所有力量 成为废人的绝望 唯一能消除她死质的 就是恢复力量的希望 果然 在太古苍龙的声音之后 在云彻激动地呼喊之下 小仙女一直绝望闭合的眼眸 缓缓地睁开了一道月牙般的缝隙 折射出两抹 不再完全昏暗 而是充满了渴望的眸光 太古苍龙 求你告诉我 那个方法是什么 无论是什么方法 哪怕再艰难 我也一定会做到 求你告诉我 云彻抬头看着 那双苍蓝双眸 大声地道 太古苍龙的回答 平和而无情 我虽然知道那个方法 但 你与我非亲非故 无恩无怨 我完全没有告诉你的理由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能通过我留下的试炼 获得我的血脉 和力量传承 那么 拯救他的方法 我会完完整整地告诉你 否则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你 可以自由选择 好 太古苍老刚一说完 云彻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就直接点头 我接受你的试炼 只要能通过试炼 就能得到龙神的血脉 还能得到拯救小仙女的方法 他哪有理由不答应 呵呵 很好 苍老的声音笑了起来 不过 在我把话说完之前 你不必如此快地答应 我所留下的试炼 测试的并非是试炼者的实力 而是试炼者的天赋 毅力 和意志 试炼的难度 会根据试炼者的强度而不同 一旦进入试炼之地 便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 是通过试炼 获得龙神血脉 另一个结果 是死亡 没有失败 只有通过和死亡 那之前的129个试炼者中 通过了几个人 云彻微吸一口气道 我相信 你在这片大陆上 从未听说过 拥有龙神血脉的人存在过 因为 前面的129个试炼者 没有一个通过试炼 全部永远留在了试炼之地中 化作枯骨 且这129个试炼者 实力最低的 也是天玄之境 云彻 如此 你还要坚持进入试炼之地吗 太古苍龙缓缓地问道 云彻看了小仙女一眼 重重地点头 即使听了太古苍龙的话 她的声音依旧无比坚决 当然 你的回答并不勉强 你有着相当不俗的勇气 而且给我的感觉 你的坚决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想要拯救你身边的这个人 既然如此 我便如你所愿 为你开启试炼之地的大门 在进入试炼之门前 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好一切 尤其是心理上的准备 你的身上流有凤凰之血 证明着 你曾成功通过了凤凰所留下的试炼 但 千万不要试图以凤凰试炼的难度 来衡量龙神试炼的难度 凤凰心性仁慈而保守 他所留下的试炼纵然艰难 也断然不会艰难至让人绝望 更不至于致命 而龙神身为万寿之尊 傲然天下 龙神的血脉 绝不会传承给庸人 唯有天赋 意志强制 足以成为天地霸主的人中至尊 方有资格承载龙神血脉 若你自信 有着这样的资质与气魄 那就踏进这试炼之门吧 你若停步 你生 他死 你若踏入 或者你生他生 或者你死他死 做最后的选择吧 太古苍龙的声音落下 云彻前方的石壁之上忽然蓝光闪烁 然后出现了一个两人多高的苍蓝色传送阵 通往试炼之地的传送阵 云彻却没有马上抬步向前 而且又问道 太古苍龙 这场试炼若是通过的话 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这个时间由你来定 或者几天 或者几个月 也或者几年 这是太古苍龙的回答 看着躺在地上 气息微弱的小仙女 他动了动眉头 然后依然说道 那我 能不能带着他一起进入试炼之地 可以 但不支持 太古苍龙声音沉重地道 龙神的试炼 本就可以多人一起进入 但所面对的试炼难度 也会因人数的增加增加 而且 是以多人中的最强者为基准增加 也就是说 若你带着他进去 试炼的难度 将会以你的能力 为基准增加一倍 你将遭遇独自进入时 两倍难度的试炼 好 我明白了 云彻缓缓地点头 眼神中的坚决 丝毫没有减少和动摇 那我选择带他一起进入 一旦进入试炼之地 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小仙女如今的状态 必须依靠他的玄气 护住心脉 才能继续支撑下去 若是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自己进入试炼之地的话 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就会相消欲语 如果这是你的决定 我无权干涉 但你要知道 你带他进入之后 不但试炼的难度增加一倍 你还要实时地保护他 不但分散心神 还要分散一部分 旋力去护住他的命脉 这是极其不明智的决定 不要 不要带上 小仙女眼洁微颤 唇间发出虚弱如柔风的声音 云彻蹲下身来 看着他的眼神 轻轻地说道 你为了我而如此 我身为一个大男人 怎能就这么丢下你 男人 我 不需要 男人的 保护 小仙女嘴唇惨白 每一个字出口 都要耗费大量的力气 这件事 你说了不算 在小仙女的一声轻盈中 云彻将他一把抱了起来 走向了那扇试炼之门 你由你排斥男人 不需要男人的理由 而我身为男人 更明白 什么是男人该做的事 现在的你 什么都不需要想 什么都不需要说 我只要你给我好好的活着 等我通过了试炼 恢复了你所有的力量 你要骂我 打我 说我不禁你同意抱你 亵渎你都好 但现在 在你恢复力量之前 你的一切 都有我来做主 说完 不给小仙女 再开口阻止拒绝的机会 他抱着小仙女 脚步飞快 冲入了试炼之地的 传颂阵中 在云彻抱着小仙女 踏入的那一刻 传颂阵随之消失 少请之后 幽暗的山洞里 响起太古苍龙悠长的声音 哼哼 真是不错的少年 虽然他的灵魂之中 弥漫着惊人的血煞之气 但品行和气魄这一关 却是完全地过了 本章完 第180章 龙神试炼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这是一片干枯荒芜的山地 一眼望去 周围都是直耸入云的陡峭山壁 环绕的群山 将这里围成了一个 无处离开的隔绝之地 就连光线都被遮掩了大半 通过试炼之门 进入这里的云彻 看着周围的环境 一阵皱眉 他所在的这片区域很小 小到了可以站在原地 看清前后左右的边境 整体的南北长不超过半里 东西勉强只有百米之宽 周围全是山壁 让人根本无路可离开 而且这些山壁 几乎都是垂直入云 想攀登都不可能 放开 我 怀抱中的小仙女 发出虚弱不堪的声音 唯一可以活动的右臂 也出现了微小的挣扎 云彻知道他不习惯 或者说 完全厌恶男人的接触 他矮下身 从天毒株里 拿出一张淡粉色的被子 铺在地上 然后把小仙女 小心地放在上面 轻声说道 你放心 除非万不得已 我一定不会随便碰你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龙神的试炼之地 无论你愿不愿意 我们现在的命运 已经完全连在一起了 若能成功通过 那么我们都可以活下来 并且都获得巨大的好处 如果我们失败了 那我们都会死掉 但在我们失败之前 你一定不要再有死之 而是努力 让自己活着 好吗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试炼 而是属于我们 两个人的试炼 也关乎着我们两个人的命运 我希望 你可以给我力量 也给自己希望 不仅仅是活下来 更是恢复悬脉和经脉 甚至直接突破 着王璇境界的希望 小仙女从小便资质绝顶 在同龄人中 无出其右 人未到中年 便以半只脚 迈入王璇境界 她的一生 基本都是在别人的仰视中度过 她习惯于站在一个 别人无法奢望的高度 强势而傲然地俯视他人 如今 却被云彻 如哄小孩子一般劝慰着 她不习惯 也无法诠释 这是怎样一种感觉 她闭上眼睛 无法回忆 但她心中的死质 却早已在悄然消散 居然拿我的床备 去给别的女人用 你就不怕我生气吗 小茉莉 有些气鼓鼓地道 茉莉的心胸这么宽大 肯定不会因为这点小事生气的 等我回了苍风皇城 一定给你再买很多套更好的 茉莉冷哼一声 哼 等你有命回到苍风皇城再说吧 居然贸然带着这个女人 进入试炼之地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不但难度要加倍 还必然会因为她而分心 这可是龙神的试炼 难度之高 将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现在我的状态 也无法再动用半点力量 你好自为之吧 茉莉的声音里 充满着恨恨的意味 在她的眼里 云彻把小仙女带进来的举动 无疑是作死 但以这她一年来 对云彻性格的了解 她会这么做 也一点都不让她意外 天空之上 太古苍龙的声音 毫无征兆地响起 两位年轻的人类 欢迎来到龙神的试炼之地 这场试炼共有三观 你们如今所在的 是第一观的试炼之地 在你们的正前方 有着通往第二处试炼之地的唯一入口 击败了这里所有的炎龙战士 出口便自然会打开 祝你们好运 太古苍龙的声音消逝之时 云彻的前方 忽然闪动起两团土黄色的光芒 云彻迅速上前一步 双手抽出霸王巨剑横在身前 黄光散去 两个身影出现在了云彻的眼前 他们的体型和普通人并无二致 但全身由若炎石雕刻而成 看上去无比坚硬 他们的头部半四人 半四龙 一手拿着炎石长枪 一手拿着炎石盾牌 两双毫无感情的眼睛 牢牢锁定着云彻 这就是太古苍龙口中的炎龙战士 云彻心中的戒备刚起 又马上淡去了很多 因为这两个炎龙战士身上 释放的力量气息 让他感觉不到丝毫的威胁感 力量强度大概在真玄境四级 与你持平 莫莉说道 两个炎龙战士已经动了起来 直逼云彻而来 他们的身体似乎很沉重 跑动起来时的踏地声格外震压 同时面对两个和自己同级的敌人 对普通选者来说 的确会很棘手 但对云彻而言 根本毫无威胁性 因为四大神力汇集一身的他 面对同级的对手 完全可以做到秒杀 等两个炎龙战士靠近 云彻一剑横扫 他的剑 比炎龙战士的枪还要长 第一个炎龙战士 才刚举起枪 做好攻击的架势 云彻的剑 已经砸在他的炎枪上 将枪身直接砸断 然后去世不减 将他的身体揽腰砸断 至此 剑是依旧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继续扫去 将第二个 炎龙战士的躯体 也一轰而断 两个炎龙战士碎身倒地 然后在光芒中完全消失 云彻仅仅出了一剑 只一个呼吸的时间 一剑砸断了两个炎龙战士 和一把炎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纵观苍锋帝国年轻一代 能在他这个等级 做到这种程度的 再也不可能找出第二个 顺瞄两个同级别的敌人 云彻并没有因此而松懈 这可是龙神的试炼 又怎么会只有这么简单 若只有这种程度 前面129个试炼者 又怎么会丧命于此 争 就在云彻灭掉两个炎龙战士后 不到三息的时间 他的前方 忽然开始闪烁起 四团黄色光影 随之 四个和之前一模一样的 炎龙战士 持枪冲了过来 虽然数量增加至四个 但这些炎龙战士的强度 没有任何增加 依旧是与云彻持平的 真玄境四级 云彻向前一步 重剑如龙尾一般扫了出去 一声重响 四个足有几百斤重的 炎龙战士 被远远地扫飞了出去 落地之时 全部四分五裂 四个炎龙战士 同样是一瞬击灭 重剑的霸道和轰击范围 纵然是长枪 也无法相比 没有给云彻等待的时间 四个炎龙战士的碎块消失后 云彻的前方 再度黄光闪动 而这次是八道光芒 八个炎龙战士 乘一字状 排列出现在云彻的身前 这个数量 云彻依旧不拒 不等炎龙战士攻击 他已主动迎了上去 重剑带着无前的气势 扫了过去 砰砰砰 三个炎龙战士刚刚出现 脑袋便被砸成碎石 直挺挺倒下 三只长枪 在这时从云彻的周围刺来 云彻看也不看 一箭横扫 三把炎枪瞬间崩断 所带起的气浪 将剩下的五个炎龙战士 全部逼退 随着他一个闪身向前 三箭轰出 随着三声中响 五个炎龙战士 先后被轰碎 整个过程 这八个炎龙战士 别说碰到云彻 连他三步之内都没能靠近 这时 云彻的脑海里 传来茉莉的警告音 不要攻击得这么激烈 尽可能保存旋力 你难道没有发现 这些炎龙战士 每一波都比上一波多出一倍吗 后面的 必定会越来越多 我知道 云彻点头 第一波是两个 第二波是四个 第三波是八个 如果按照这个规律继续下来 下一波应该是十六个 再下一波是三十二个 然后六十四个 与自己同级的敌人 一下子来几十个 换作别人 的确会绝望 但对于我 就算一次来一百个 我也能杀得一个不留 云彻沉眉低声道 他说话间 前方再度黄光闪动 出现了八个新的炎龙战士 嗯 八个 怎么只有八个 难道八个就是极限了 云彻心中微微诧异 他刚要上前攻击 忽然感觉到了不对 因为炎龙战士的气息 不仅仅前方有 后方也隐隐传来 他停住脚步 迅速回身 赫然看到 后方也出现了 八个拿着长枪 炎龙战士 正冲向 躺在那里的小仙女 找死 云彻大怒 闪电般回撤 剑出如龙 带起一股风暴 将意图靠近 小仙女的炎龙战士 全部冲开 然后快步来到 小仙女身边 但这次 他却已不敢主动上前 而是站在小仙女身前 将前方冲上来的 炎龙战士 一个接一个轰碎 但 前方的尚未解决完 后方的八个 炎龙战士 一起冲了上来 他们仿佛看出了 这是云彻的弱点所在 长枪全部刺向 地上的小仙女 前后夹击 这对云彻来说不算什么 但小仙女 却随时处在险境之中 他哪怕有一丝的疏忽 如今状态的小仙女 都有可能 直接相消欲 而如今是 十六个炎龙战士 之后或许还会有更多 如果就这么 让他躺在地上 自己单纯地 守在他身前 就根本不可能 保得住他 云彻当机立断 重剑愤然挥舞 漆黑的剑身 在身体周围 划出一个漆黑的满月 将所有炎龙战士 逼退到两仗之外 然后他左手 从重剑上撤开 单以右手直剑 左臂将小仙女 一抱而起 紧紧地 扶在自己肩上 然后主动冲入 炎龙战士的小队之中 重剑所致 碎石纷飞 你疯了吗 云彻的举动 让茉莉震惊出声 你居然单手使用重剑 这会让你所能支撑的时间缩短一半多 你抱着他 不但会增加体力消耗 影响行动能力 还会时时分心 你如果不想死在这里 就赶紧把他丢下 然后控制好力量消耗 我做不到 云彻毫不犹豫地道 你说我白痴也好 逞能也好 我都不会把他放下 如果他换成了你 我也同样不会 说话之间 云彻的重剑 以五出六道残月 将十六个炎龙战士 全部击碎 茉莉 本章完